1934年 葡萄牙最古老的大学 科英布拉大学 迎来了一位英国讲师 这位名叫乔治·威斯特的讲师 受聘跨海前来教课 此前他任教于伦敦大学国王学院 是一个令人尊敬的老绅士 安置好行李 威斯特迫不及待地 沿着小镇的街道行走 街边的葡萄牙风情令他陶醉 但耳边却听不到一丝一毫的响音 他发现这里有三所学校 分别致力于法语 德语和意大利语的推广 却没有一所学校教授英语 因为之前的一个多世纪 这个老牌殖民帝国的影响力 几乎覆盖了地球的四分之一 尤其是工业革命的发任 不仅使英国成为19世纪最富有 最具活力的国家 也使英语成为落后地区的人们 寻求进步的通行证 此时的英吉利 尽管处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内外交困的二十年 但大英帝国还不屑于 在语言文化的传播上投入资金 最后 认真的威斯特先生费尽千辛万苦 只找到了一间废弃的英语教室 隐藏在科英布拉 一个无人问津的角落里 破旧不堪 在满是尘土的杂物中 他找到了一个 已经残缺不全的目录簿 上面紧记载着 两百三十本英语书记 威斯特 这位严谨的老绅士 立刻乘火车前往里斯本 未经预约就去会见了英国驻 葡萄牙大使 讲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 和对英语未来的担忧 他坦诚 对海外教育缺乏重视 将会损害英国的国家利益 这次会谈被整理成 乔治·威斯特会谈报告 分发至英国外交部 及相关部门 1935年 经过一年的呼吁和呐喊 英国文化协会的成立大会 在皇家宫殿举行 威尔什王子 担任了协会的庇护人 在致辞中 王子自豪地宣称 虽然英国文化协会 是语言文化推广领域中 成立较晚的机构 但他相信 未来肯定是光明的 每到雅思考试的时候 各地的考场 就要迎来这样的景象 每年 全球有超过200万人次 参加雅思考试 雅思 由英国文化协会 剑桥大学等 共同管理 是位准备到英语国家学习 工作或定居的人们设置的 英语水平考试 它设立于1989年 这一年 英国文化协会的年度预算 达3.21亿银镑 相当于当时的 20.4亿元人民币 今天的英国文化协会 不仅是一个庞大的文化产业 而且对于国家形象的塑造 和英国文化软实力的建设 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有趣的是 就在英国文化协会成立的 1935年 英国政府打算划播给英国文化协会的经费 只有5000英镑 与此相对应 法国 德国 意大利等国 用在文化宣传上的经费 相当于500万英镑 与法国相比 当年的英国政府 在国家战略层面上 还没有意识到 语言文化传播的意义所在 所有的强者 都无法避免站在高处时的 心理惰性 语言文化传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